當然可以換啊 只要維持 就是當初我們 就是回憶不要超過幾分鐘吧 我們當初 J1的有個J1是J1什麼 我記得是我們超過三十九 不能做音樂 要做四種的 簡單的鈴聲 就是簡單的 健座 對,對,對,對 就這樣才能學習比較好 好 所以 所以,好,我們在討論了 說植物的種子的時候 我們討論有些是所謂的有機肥料 有些是化學肥料 好的,再根據這個基礎 我們再往下講 你們有沒有辦法去思考 什麼的有機,什麼叫做無機 或者是所謂的 有化成的 有化成的 比方說是有營養就是有機這樣的意思嗎 對 那是什麼 那是 就是 按照原本的外進化學的方法 中間的東西 或者是 用出來的東西嗎 好 好 那他們別的想法 快說 我這裡沒說 阿 阿萱 不知道 課不是在遊戲啊 有機 阿萱 什麼是有機 喔 可能是有機喔 尿數 Google大神 不要Google大神 有機 我跟你講 你去找到的答案 你不會記 你去花錢找的答案 你可能只記得 一天兩天就忘記了 你去思考過的答案 你可以記很久 你去思考過的東西 會見到你的一部分 你沒有經過思考 只是去等下跟你講 或者是你找到的 他不會跟著你很久 要不去思考 所以在討論過程中 我要吃進去思考 一個是 這是化學家 經過科學方法 把它分離出來的 一個單一的成分 這個就是 鱗肥 這是蛋肥 這是 蛋肥 還有什麼 蛋肥 比如像以前 最早 最早他們 他們要種菜 他們最好是把那些稻草燒掉 稻草的那些 東西 它也可以當成類似的肥料 沒有 沒有 我沒有營養 但是它也是 它跟土分在一起 還可以當肥料 因為它為什麼 鹽巴就是絕臭褲葉 褲葉 然後發酵 褲葉發酵 這都算是有機培 這都算是有機培 可是科學家 發現 我不要在做零肥 我是經過化學的反應之後 產生出零肥 這單一 這原料很單純 而且它沒有抽味 所以你就用起來 沒有問題 而且它可以讓我去吃不長分 看兩票 時間跑掉了 15分 今天要來下課了 沒有啦 時間跑掉了 時間跑掉了 沒關係 這是一點點混亂的過程 沒關係 反正貴的時候 我就要改中生 那現在時間多問題 把它踩不到就行 欸 那個 先生你要把那瓶帶回去對不對 嗯 平時是我的 今天要再換給我 喔 下一個料的時候 覺得可以 可以 所以下禮拜 你們準備那個 你要料到的東西 我準備 糕米還有白 那你要把你的東西弄出來 我倒掉就對了 你要倒掉就對了 你就掉 多浪費啊 好 哇 聽不起來 什麼意思 紅蘿蔔 不是啦 你把宋寶電腦 把電池再拆開一次 然後再開 就有可能會亮 螢幕可能會亮 好 好 那個 所以 什麼是有機 有機 再想一下 有機這些東西怎麼來的 剛剛講 我可以用人工合成的尿素 樹葉 樹葉 對不對 或者是我們人的大便 東的大便 屍體 腐敗的東西 過一過 也可以當成肥料 什麼是有機 碳心癢 碳心癢 只要有碳心癢 就是有機嗎 你剛剛是原本長出來的 那請問尿素 我今天用人工合成的尿素 當成肥料 尿素是不是有機 尿素裡面有碳心癢 就好像尿的東西 好像尿的東西 我可以用人工合成尿素嗎 這是 這是 人類史上 第一個 有人在實驗室 合成出來的 有機化屋 化屋 尿素 有機化屋就是尿素 第一個 被人工合成的 其他有機化 有機的東西 是合成不了的 在以前 合成不了的 所以以前的有機化屋 怎麼來的 油分啊 尿分啊 大便 這東西 你沒辦法在實驗室合成 我簡單這樣講 那自己拉出來 哇 對 所以說你有沒有 到現在他們結論 什麼是有機化屋 有機化屋會怎麼出現 就是沒有被退學過的東西嗎 不是 有機化屋會怎麼出現 在人類 科學家發明 就是可以在實驗室合成尿素之前 這些東西是我們做不出來的 所以有機化屋是怎麼做 有生命的細胞 對 是有生命的細胞做出來的 所有的有機化屋都是有生命的細胞所造出來的 你沒辦法透過 沒生命的細胞 實驗室去合成出來 在尿素合成之前 人類是沒辦法合成有機化屋的 所以有機化屋跟一般單一的肥料 最大差別帶來的是 一個是實驗室合成 一個是什麼 工廠只是把實驗室放不在哪裡 化學工廠不是實驗室放不在哪裡 化學工廠不是實驗室放不在哪裡 你當然實驗室先知道那個步驟 那接下來就做一個工廠然後生產 所以我們的有機簡單來講 定義就是由生命所合成的化合物 你只要缺到生命的東西 它就不是有機喔 只有生命 以前是說只有生命的物體 有生命的物體 人、動物、植物這些都有生命的 它才可以創造出有機化物 什麼是有機 機啊 機在英文它叫organic organic organic在整個 如果說你字面上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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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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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有系統的架構 或者是我們講有機 像我們人是一個生命體 所以它可以有組織有架構 有細胞有器官有腦袋有手可以走路 不是手有腳可以走路有手可以動 對不對 動也是一樣它有四肢可以動 植物的方式它有肌跟葉可以動 它是一個有組織的一個系統 可以簡單一點 然後後來它衍生是 它這個意思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中文叫有機啊 這個機的意思是什麼 我說真的會不太清楚 因為它會很煩 好 也不是說亂煩 反正現在大家都用有機 我真的還不太清楚 因為它有有機 下一次你上中文歌的時候 可以問總老師 有機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報復我們才會知道 好沒關係啊 OK 明天報復不又來了嗎 好 所以生命的東西可以創造出有機化物 那現在人類已經可以創造有機化物了 我們已經可以合成了 我們沒有生命的水果 我們應該有合成的方式 合成出一些其他有機化物 好了 那現在你看有機化物到底有什麼特色 有機化物 就是 沒有錯 碳清氧 碳清氧 其中呢 今天氧又會合成水 所以幼兒叫做碳水化物 碳清氧 裡面這個有機化物 它包含碳清氧 幼兒說有機化物是碳水化物 這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氧跟氧可以合成水 碳水化物 又叫有機化物 那它還有什麼特性 特性 它有什麼特性 不知道 為什麼還有蛋 為什麼還有蛋 蛋也是 但是 碳清氧呢 碳清氧主要是合成什麼 葡萄糖類的東西 葡萄糖類的東西 葡萄糖 澱粉 這些都是碳清氧合成的 那如果是 清氧蛋 碳換成蛋 會變什麼 就是蛋白質 石油 蛋白質 這些東西 就是有一家蛋的東西 為什麼 生命中 我們在講生命化學的時候 在講生物的時候 講說有幾個很重要的循環 其中有一個就是蛋循環 蛋循環 蛋循環指的就是 我們身體需要的蛋白質 還有一個是碳循環 碳循環指的就是 澱粉啊 糖類這些東西 記不記得 有通過嗎 沒有 因為碳循環 因為碳循環 你有上過的聖文課嗎 有 你有訓練上過聖文課 有啊 為什麼沒有印加網交給你聖文課 有啊 應該有聖文課 沒有嗎 我記得是聖文課 聖文課 他記得一年級的時候 可是你一年級的時候 他是上二年級的課 我記得他一定有 沒有 他沒有跟你一起上聖文課 聖文課那時候你 只有跟誰 沒有 沒有 他 不代意啊 好 沒關係 在生物裡面比較 講三個比較大的循環 一個水循環 一個碳循環 一個碳循環 碳怎麼來的 生物體怎麼得到碳 放一層 呼吸是把碳丟進去吧 碳怎麼來的 我們身體怎麼得到碳 有機化物裡面就有碳的成貝 再講一遍 有機化物裡面就有碳的成貝 有機化物裡面有碳的成貝 對 那一開始碳怎麼進到生命裡面的 你說碳怎麼進到有機化物裡面的 碳怎麼進到生命裡面的 碳怎麼進到生命裡面的 因為有機化物裡面的 結合 有生命一定是有機化物嘛 有機化物裡面有碳 這碳怎麼進到生命裡面來的 喔 燒乾了 擺降運住 怎麼進來的 我還不知道 一眼清 蛤 在吃什麼 誰來吃 是人吃嗎 人吃碳嗎 否則有木頭 不行啦 你要燒過 當然是喔 人得到碳是吃植物來的喔 人得到碳是從植物來的喔 也可以從動物來的 那植物怎麼會有碳 對 這也是糖 那植物不知道要怎麼來的 不知道要怎麼來的 不知道要怎麼做 沒有錯 沒有錯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就是植物 吸到空中的二氧化碳 還有從根部得到的水分 經過陽光照射之後得到能量 然後把二氧化碳跟水分 重新組合成葡萄糖 這是一個非常狂的 葡萄糖就已經從什麼 葡萄糖裡面還有碳 這碳哪邊來的 就是變來的 什麼變來的 照陽光就變碳 照陽光就變碳 對啊超厲害的 那請你去曬太陽 就得到碳 沒辦法就是植物 欸對對對 先生想到了 早安睡醒了 好植物股你得到碳 照陽光嗎 喔唷 不是照陽光而已嘛 因為葡萄糖就照陽光 還有化 什麼 洗澡的陽光 行過我們說 植物 把碳 放到身上的方法 就是行光的作用 那行光的作用 是從陽光得到能量 或是從陽光變來的 陽光怎麼變成碳 因為二氧化碳 把二氧化碳 成建造成這樣碳 對 它把二氧化碳跟水 合成成葡萄糖 那它把氧氣放進去 所以只要它現在 土壤有水的話 它就會化掉 所以它現在就會化 不單單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 它也不會只有二氧化碳 因為二氧化碳 是一個反應嘛 它是一個反應 它必須有二氧化碳跟水 會不會出 可是我還說 因為水越來越來越不乾淨 你們都是一些 不常知道 其實它這樣子是會 STUCK 跟那個現在沒有關係 二氧化碳的水 並共同時存在 這個反應來進行 這東西是得到陽光 對不對 所以說假設我其實只有二氧化碳 我這光合中會不會進行 不會 我如果只有水 光合中會進行 不會 所以剛剛講說 那如果說沒有水的話 這全都是通常二氧化碳 對 光合中也不會進行 二氧化碳也不會進去裡面 懂我意思嗎 它是必須從此存在這整個反應來進行 你缺一個 這個反應不會進行 嗯 好 那 反應是需要這些東西 那如果其他雜質 進來沒有用 沒有用的 這其他雜質不會影響 不會影響光合中的進行 所以這雜質 事實上就是雜質 就是雜質 就可能就是反應會不會 另外一些雜質 這雜質不太有反應 一樣的道理 它可能會解放反應速度之類的 有可能 譬如說假設這是葉片 你的雜質把葉片那些東西遮住 光線擋住 擋住光線 減少日照 它會減緩它 光合中的進行 就可能 所以碳是這樣進到植物 那我們吃植物 我們碳會進到人生 生理裡面 會進到其他動物裡面 那動物在去吃動物 碳又進到生理裡面 我們問了怎麼會吃碳 我們當然可以直接吃碳 那你吃的碳 包邊很多 你吃碳的幹嘛 我中碳 吃它這個碳你是沒辦法用的 我沒有吃 你說我們吃動物也可以得到碳 吃動物也得到 它那個碳是從吃植物得到的 對 所以它是用來往那裡 就存在它身體裡面 不會消失嗎 除非它死掉 被粉點掉 所以我們會吃它會越來越多 我們身體本身就有碳 你現在身體也有碳 所以有人會突然自然 就是因為碳激到太多 不是 自然這件事情還沒有被證實 而且現在一片一片 好 這是碳的循環 它會進到生理裡面 那蛋怎麼進到生理裡面 蛋 吃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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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吃蛋 就是把那個殼剝開了 把殼剝開 就把蛋吃進去 有點恐怖 吃肉怎麼生出來 我們吃肉可以混通蛋 因為 基本上所有的生命都一定有蛋白質 所有的細胞組成 就是蛋白質 DNA有蛋白質 DNA有蛋白質 有蛋白質 蔬菜一定有蛋白質 這樣不是講說蔬菜還是蛋白質 那我問你 蔬菜的細胞怎麼組成 細胞病 細胞病是什麼成分 痾 蛋白質 細胞病不是蛋白質 細胞病地方是纖維 是葡萄糖轉換成纖維 那細胞膜是什麼 細胞膜 蛋白質 就是蛋白質 有蛋白質 那DNA呢 就是蛋白質 RNA呢 啊 RNA 我不知道 都是蛋白質 RNA是什麼 RNA是一個是 DNA一個是RNA 一個是 主要控制遺傳 控制你的那個 習慣 或是 一些 控制一些 內分異物的一個行程 這些很恐怖的樣子 如果讓你體內沒有RNA 但是 這可能嗎 當你體內沒有RNA 可以啊 怎麼辦 用這種特殊工具 重量去 按 RNA是一種 藥物色 把它改化 一個是核糖核酸 一個是訊癌核糖核酸 兩個一樣東西 那事實上現在我簡單講 我現在要分析 好像有很多東西 有堅持 一個是單骨 一個是雙骨 簡單來講 DNA是雙骨的 單骨的是RNA 然後它控制的是一些內分泌的系統 好 那我們在講說 這些東西都是蛋白質 那請問蛋怎麼來 蛋白質要用蛋來形成 蛋白質怎麼來 我不知道 呼吸 所以植物會把蛋吸收進去 靠呼吸 還是人呼吸就把蛋吸收了 人會呼吸 但是不會從空氣中吸收到 不會 不會 那為什麼會不會傳呼吸進來 會不會傳呼吸進來 會不會傳呼吸進來 吸進來 你的身體不會這樣反應嗎 你身體不會把空氣中的氮氣吸收起來 我最喜歡牛肉 你今天有什麼東西 今天有什麼東西 今天有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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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所以他應該會吸收到氮氣 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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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會啊 氮氣是一個非常不一定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說食物 要保存 他說我這叫做充蛋 我這個罐頭裡面有充蛋 充蛋保鮮嗎 為什麼充蛋可以保鮮 不知道啊 因為它沒有濾氧氣 就不容易腐敗了 那直接放充氧化 那不就充蛋可以嗎 放充氧化它也可以 但是空氣中充氧化它少 可是放氧氣以外 任何的氣體進行都可以 氮氣很多啊 所以大氣裡面有多少氮氣 可以讓我們做比較好 可以 有80%氮氣 所以一定要用其他氣體也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可以用氮氣啊 用夾碗 用瓦斯 那些就不行了 那些是微挺氣體 氮氣最簡單獲得 而且氮氣比較穩定 那氮氣會不會變 氮氣 氮氣 氮氣不算鈍氣啊 氮氣不算鈍氣 氮氣不算鈍氣 氮氣的鈍氣就可以了 鈍氣那也可以啦 鈍氣也可以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是 氮氣 在看大氣中 氮氣是用根柱形成的 它是三件 三件 氮氣 氮的周期表在哪裡 氮氣 氮的周期表在哪裡 在周期表裡面 請看它是在哪裡 它的椰子去多少 七 多少 七對不對 第一層幾個電子 就幾個了 不論兩個 兩個 第二層幾個 五個高 五個 不夠穩定 五個不夠穩定 缺幾個 三個 缺三個對不對 那缺三個 所以我另外一個蛋 兩個蛋在一起呢 它共用三個 我一下把三個給你 你一下把三個給我 它就穩定了 這就是共架鍵 這是我們共用的鍊子 像氧也是一樣 兩缺兩個鍊對不對 所以兩個在一起 它就形成雙鍵 兩個鍵子跑來跑去 你剛剛不是說 三個鍵 但也是三鍵 三鍵 雙鍵 就是共用幾個鍊子 好 請 請共用幾個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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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我把一個鍵給你 你把一個鍵給你 當然可以共用幾個鍵 這個鍵是單鍵 單鍵 這個都叫共架鍵 因為你的強度 跟我的強度是一樣大的 我是蛋 你也是蛋 所以兩個對電子的需求 強度是一樣大的 鍵比較多 會呼應比較堅固對不對 沒有錯 所以這個 氮氣很難被分解 你吸進去那種氮氣 你出來什麼都是氮氣 它氮氣不會被用掉 也沒有可能被用它 所以蛋怎麼吸到體內的 你身體的蛋白質都需要蛋 你身體的蛋白質都需要蛋 那蛋白質怎麼進來 自然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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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來的 龍雪 全靠你了 我不知道 我跟你講過 你不知道 夠還給我了 經過一年就還給我了 加油 你可以了 龍雪 你知道嗎 要吃蛋白質 除了吃肉之外 我們經常會吃什麼東西 黃地豆 吃豆類 沒有錯 豆類 豆科植物可以有 不同大量的蛋白質 豆科植物 豆科植物 富含蛋白質 豆粉 豆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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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地豆 牛奶 一定有蛋白質 牛奶是從牛身上來的 只要從動物來的人 沒有蛋白質 是嗎 基本上動物會提供大量 尿裡面也會有蛋白質 尿 你多少作為一些蛋白質 蛋白質 無處不有啊 對 蛋白質無處不有 只要是動物都有蛋白質 食物的話 就有多跟少了 豆科植物的蛋白質很多 非豆科植物的蛋白質很少 為什麼 對 豆科植物 因為它的根部會有根油菌的東西 它有固碳的效果 它會 根油菌會把蛋吸給你 分解 它特別厲害 好可惡 所以這根油菌會把蛋 進到豆科植物裡面 會形成它的蛋白質 那如果我們把根油菌吃到體內 我們會不會也會分解 會分解 不會 它是針對蛋吸 它是針對蛋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們的蛋白質是來自於這些 豆類植物油 豆類植物油 其他植物當然也會有的部分 不是完全沒有 所以說這種根油菌的東西 只要它存在 它就可以把空間用蛋 我們叫固碳 因為蛋氣是氣底 它是飄來飄去 它沒辦法被固定 所以我們透過根油菌 它就可以把蛋固定 叫固碳 固蛋 固蛋 這個過程就會存在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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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就被固定下來 蛋被固定下來 它進到體內去 它就變成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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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質就這樣來了 蛋白質就這樣來了 所以 那我們 我們最常看到的有機化物 就是我們講尿素 尿素 會有很臭的味道 阿摩尼氧的味道 那是蛋 那是氨 沒有蛋白質就可以吹 可以吹 好 氨 就會有臭味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 基本上我們看到的 植物上是這樣的 所以 我們上次講說 竹塊的乾料 你有沒有做過 沒有 我們沒有做過竹塊乾料 我有做過 其他有做 其他竹塊 我們把竹筷子 我們沒有做過這種事 不曉得做什麼 就把竹筷子用 用鋁箔包起來 拿去加熱 好啊 噴火箭 噴火箭 不是吧 那個跟火箭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類似的 我們都煮筷子 我們沒有說火材棒 火材棒 火材棒也可以啊 火材棒也可以啊 對 我們來做幹嘛 這不是現在 今天時間剩下有限 我們就上課 做做課 竹塊乾料的過程當中 它一樣是把一些有機化物的東西 做分解 我們現在在講化物分解 因為我記得有錯過啊 沒有錯過嗎 有些人有些人沒有啊 因為我覺得也上課有事啊 所以我聽不懂 好我們來做化學分解的時候 竹哥 啊你剛進來跑去哪裡 去哪裡 去營解 啊你來去哪裡 營解 不知道 不知道我剛剛怎麼跟你講的 你可以 你可以 這邊有很多書 你可以拿個出去看 下面 書櫃裡面有很多書 要不要繼續畫畫 你要看那邊有些書 好不好 可以拿到這邊去看 不行 聽聽聽看 化學分解 所以 它會先把東西 我們 事實上現場 化學反應的時候 加快反應速率 我們講什麼 講說它怎麼加快反應速率 嗯 振鬥 振鬥 興奮 然後咧 增加了反應面積 增加反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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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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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鬥 增加反應 增加反應 翻譜 增加反應 個數目 增加冞加密 增加加 Nate 增加rent 增加北 增加 reduction 增加材 出 mean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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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單鍵嘛 一樣 雙鍵 這個瓶子跟這個瓶子捧中在一起 就反應了嗎 對 當然不對 能量不夠 所以能量不夠的時候 我們來給它們亮 它就會反應 好了 它反應怎麼形成 我們來想一下這反應的過程怎麼形成 它兩個碰中了 然後呢 卡進去了 所以卡進去變這樣子哦 卡進去了 是這樣子嗎 這什麼東西 當然不是這樣子啊 這個會變成水 水是什麼 H2O 對不對 H2O就是一個氧 兩個氫嘛 它兩個怎麼重呢 會重成這樣子 為什麼不會重成 重成怎麼樣 重水 重水 重水不是重的 重水是因為氫本身就有一個可能是重氫啊 它重成就是重 有可能啊 因為重氫也存在自然線當中 它就是有重氫的存在 百分之一或百分之零點零一 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然後拿到重氫也就有重氫啊 重氫就有重氫 重氫就有重氫 對對對 你講到它重氫就有重氫沒有你的 對 好那 你這樣是性子 你這樣是什麼 過癢 過癢化金 會變成過癢化金 過癢化金 有可能 你講的是H2O2嘛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 這機會很少 它在必須在特殊的條件之下可以形成 它不是你隨時打氫 我變成有氫氣 我拿去點火 砰 爆炸 它產生的重氫是水 它不會從這個 反正反應的狀動不一樣 好 那 請問一下 氫氣出現了 我現在用個氣泡包起來 我拿火去點 然後這時間你都幫我點 咚 好 這過程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點火的時候 我的火 這個能量 能量加到這個氫氣的氣泡 這邊有個氫氣的氣泡 氫氣的氣泡 氫氣的氣泡 就是從水面產生清淨 我們點點水就可以了 我只要把這個水換成什麼 換成沙拉托 換成那個肥稻水 它就可以把空氣包成一個氣泡 對不對 把這個氣泡放進去清淨 這時候我拿一個現象 這邊有火 我一碰到它就爆炸 你用手指頭 它會爆炸 用什麼 手指頭 它不會爆炸 那比較爆炸 那是火 只破掉 氣泡會 那這個火 碰到它會爆炸 你會看到碰 一個小型的殼板 就是要小心 你看碰 會看到火 這爆炸當然不一樣 你去碰它 那比較爆炸 那是氣泡破掉的 碰到它才能爆炸 像這過程當中就是反應 我現在問了問一次 這裡面的氫氣 跑來跑去 小心那個氣泡對不對 外面這邊有氧氣 跑來跑去 這個氧氣會碰到氫氣 會 會碰到氫氣嗎 會 會 它在表面上有可能撞到 因為表面只是一層水磨而已 很磨的一層水磨對不對 所以我就要用手機碰到它 假設我現在沒有火 我用手機碰到氫氣 這個氫氣爆開了 氫氣球爆開了 爆開這氫氣跟氫氣混在一起 為什麼沒有爆炸 因為反應能量不夠劇烈 能量不夠好 所以差別很難 對不對 所以當我把這個香碰到它 這個氣泡開那一大鈉 因為我的香有能量 有能量 有能量 瞬間產生了什麼事情 爆炸 為什麼會爆炸 能量太多 能量太多 為什麼會爆炸 因為能量太多 因為能量太多 我觸發瀉 對 怎麼觸發它的反應 不是無觸發 是什麼觸發它的反應 就是能量太多 能量太多 然後呢 撞擊 撞擊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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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說撞擊 對 你說撞擊 然後呢 撞擊怎麼樣 能量太多 然後呢 撞擊 劍就斷掉了 就是關鍵在這裡 它本來是單劍 它本來是雙劍 它本來都有劍 不是很劍 本來都有劍 但是它的劍 它的劍因為能量很大 所以能量給它 我現在熱度能量給它 所以這個 同時間會一兩個分子 被這個能量加熱到了 它跑得很快 速度變得很快 通常會撞上去的時候 人數太快了 所以它劍就會撞斷 它劍就會撞斷 它劍撞斷有什麼關係啊 撞斷就要放進去 就不穩定啊 它都不穩定 這氧原子都不穩定 氧原子的氫原子都不穩定 所以會瞬間 重新阻隔 對 重新阻隔 而且阻隔就產生了 那不會還是有限 還是找到氧 不會還是產生氫跟氧 有可能嗎 有可能嗎 現在回來氫跟氧 還是有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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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有可能 有部分回來 可是因為 這個時候你爆炸的瞬間 產生更多的能量 所以會有更多的氫跟氧 也被加速了 所以它撞斷也很大 又被破壞了 那氫原子的氧 會不會再回來氫跟氧 有沒有可能 還是有可能 因為能量最近很大 所以有部分的水分子 也會被分解 又被分解成氫跟氧 甚至氫原子變氧原子 所以氫原子 又重新再爆炸一次 再組合一次 它這個不斷的連續反應 那個連鎖反應 可是它不會連鎖嗎 會啊 等到所有都變成水 之後就停止了 沒有辦法 稍微一個連鎖反應 一直持續 這個反應是 這個反應是在進行 什麼時候這個反應是會停止 不知道 不知道 青跟氧 K啊你不知道 沒有 沒有 看清楚 什麼時候這個反應會停止 沒有 不是 能量持續反應 因為第一個 第一個 輕能氧狀態可動 產生的能量 絕對足夠有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繼續反應 所以能量不會不夠 你只要第一個 能夠反應起來 後面就會有能量 你除非 像現在空氣中 能量不夠 所以我就讓我親戚 跟氧氣在一起 它也不會反應 對不對 我先打火機 我如果打火機不產生 我如果打火機 按下去 會不會有火 不會 不會啊 因為能量不夠 所以火星 火星出來的火星就是能量 這個火星的能量 足夠於讓 這個 瞬間只要有一個奔子 跟火星的動力 這奔子就會瞬間 快速移動 這時候快速移動 撞到蝦奔子 它就爆炸 它這個箭就斷掉 它就可以繼續反應了 它在一開始反應 它放出來的能量 就足夠有其他的奔子 繼續反應 這就是燃燥的過程 好 所以 這個反應在一開始 它就往下走 什麼都會停 輕用完 或者癢用完 是不是 當我的輕用完了 或者是癢用完了 它反應就沒有了 就停住了 是不是這樣子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西洋鋪 跟水 植物需要這兩個東西 來形成光合作用 什麼都光合作用 做不下去 沒有 因為太陽 沒有太陽 除了沒有這樣 沒有太陽 如果沒有水 會不會成光合作用 不會 如果沒有餵 的話會不會成光合作用 不會 懂意思嗎 所以光合作用需要這兩個東西 需要這兩個東西 需要這兩個東西存在 它才是光合作用 OK 好 同樣道理 我金跟癢的反應 已經成水 我這兩個都要存在 它才能夠反應 所以你要想到 我的化學反應 基本上都要先做什麼事情 要先給它給人 可能這樣給人 然後呢 就要講說 打斷 要有時間 要先打斷嘛 要先破壞嘛 沒有破壞 沒有建設 要先破壞 所以化學反應 基本上有兩個破壞 我吃東西進去 我吃東西的熱筒 變成熱筒 打斷 誰打斷 誰打斷 我打斷 不是我的胃把它打斷喔 不是我把它打斷喔 我的打斷 我的牙齒搖一搖一搖一搖 就可以拔我一個分解嗎 好厲害 但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說物理分解 什麼叫物理分解 分開了 我只把變細顆粒 變細顆粒要好處什麼 好處理 後段機率增加 沒有錯 那怎麼讓它反應 誰來把劍打斷 我也說 不是 為什麼是提供環境的 後腦的速度 沒有錯就酵素啊 酵素是其分解作用 所以你身上的酵素 為什麼要吃養樂多 因為它有時候消耗不了 對 養樂多裡面的一些抑菌 它可以幫助你分解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酵素 它可以幫助你分解 好都分解完了 你的動物蛋白質 你吃一些脂肪 吃一些的澱粉 都被分解了 然後它怎麼變成你的身體部分 吸收 什麼叫吸收 把它分解是不對的 怎麼連解 怎麼合成 可以解 還是酵素啊 來 酵素有兩個功能 有些酵素 酵素分解 酵素分解 所以酵素分解 意思是它負責分解 這個中文字叫做 酵 酵 酵分解 要專門負責分解 有些酵素 酵 酵 酵 合成 它負責合成 請問分解澱粉的酵素 可以拿來分解脂肪 不可以 不可以喔 這叫酵素的專一性 好 沒有酵素它就有代用 沒有外用酵素 沒有外用酵素 可不可以出入酵素 它不會出入纖維質的酵素 再講一遍 不會出入分解纖維質的酵素 可以啊 可以啊 這樣以後就可以墊了 可能就把它再死 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那叫你自己而已 你要想啊 這酵素有什麼存在生命 你沒有地方它存在啊 貓貓又一燒 我們身體的酵素 譬如我口水裡面的酵素 跟你的墊粉 它平常存在哪裡 因為他一個不到人跑出來 那一個就在哪裡 它從哪裡跑出來 從嘴巴 嘴巴到哪裡 我也不清楚 你也不清楚嗎 它那嘴巴哪裡 從嘴巴到哪裡 從嘴巴到肚子裡 怎麼樣從嘴巴到肚子裡 從嘴巴到肚子裡 我剛剛講說從嘴巴到哪裡 你就從嘴巴到肚子裡 你要是不是跟我講肚子裡 我講 口水從肚子裡面跑出來 一開始啦 口水從肚子裡跑出來 好那請問你的 你的 我們的分泌 我們的分泌 分泌 那是什麼 酵素 我們身體的分泌酵素有幾個地方 肚子 肚子 肚子太大了 可不可以再具體一點 胰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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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胰臟有一個分泌酵素嗎 胰臟有一個分泌酵素嗎 胰臟有分泌什麼 胰臟有分泌 胰臟有分泌 胰臟有分泌酵素 一個是胰臟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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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胰臟酵素 是把甘糖變葡萄糖 胰臟酵素 胰臟酵素 把葡萄糖變甘糖 胰臟酵素 胰臟酵素 胰酸也是一種叫做 胰酸不是酵素 因為我們在分解一些 像一些 胃酸是提供酵素分解的环境 有些反应会加速它必须在酸性的环境 它可以加速反应 有些在酸性反应会减速反应 胃里面的酵素分解蛋白成那些酵素 它就需要酸性的环境 所以胃酸提供的环境让它方便分解 胃酸不是分解 不是酵素 OK 所以 我們可以知道是 一個化學合成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先破壞 在身體裡面的破壞是靠酵素來破壞 酵素會不會來自然接種 去石頭挖到酵素 酵素可以用培養的嗎 培養什麼培養 放在肚子 它增值 對 怎麼當增值 是 酵素你當中增加 給它養分 給它養分 所以酵素一定是從什麼東西生產出來的 食物 動物 一定是從生命 我們簡單講從生命 怎麼會動的有一點 不一定會動 它有些植物有酵素 我都是動的細胞 食人花 食人花 食人花有酵素 在補雲草 基本上所有的動植物都有酵素 食物要酵素到 食物也要酵素到 食物也要酵素到分解跟合成 不然植物怎麼長大 所有的生命的合成 都是靠酵素合成 像我們要講 光合作用從陽光 然後水跟熱氧物在反映成塗到糖 那葡萄糖怎麼變成澱粉 那葡萄糖怎麼變澱粉 用酵素 澱粉是比較長 比較大的根子 它的酵素不叫合成 這樣合成 所以葡萄糖經過酵素合成成多糖 那合成成澱粉 澱粉就可以儲分 變成它身體儲分 所以澱粉變成很多葡萄糖 澱粉是葡萄糖合成的 所以我們吃飯 咀嚼咀嚼咀嚼 在嘴巴那邊咬咬咬咬咬咬 咬咬吸之後 再經過口水分解 它從很大的澱粉分子 會分解成什麼 很小的澱粉分子 很小的葡萄糖分子 所以吃起來是甜甜的 所以它是一個逆反應 所以腳越久就越甜 對 你腳久了你就會覺得甜甜的 那是因為葡萄糖 就從澱粉來分解成不知道哪 因為都會效益 都在哪裡來的 口水是你口腔的一些細胞 它裡面都會分解出酵素 不可能你們會從澱粉結出 人的身體 然後附滿了各種腺體 骨頭腺體 骨頭腺體 就是很像那個什麼 零八腺這種腺體 那除了血管之外 它會分泌一些類似零八液的東西 那是一種黏液的東西 它會分泌出 從口上細胞分泌出那個酵素 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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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來講另外一個有機化成物的一個特性 因為碳是一個特別的物體 碳 我們從重力表來看它有幾個電子 這個就是什麼 12個 不是 6個 6個對不對 所以第一層幾個 第2層 4個 所以它缺4個也 可以等到4個對不對 所以通常我們講碳有4個間接 有4個角 所以碳呢 講這碳組合得非常好的時候 它可以形成一個特殊的分子 5 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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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貨 死貨 巨人 這什麼鬼 它全部用碳組成的 鑽石 這是鑽石 這是一個立體結構 打硬盤 這是四面體 這四面體的畫法是這樣的畫法 是不是 對 對 然後我這邊還可以形成一個四面體 這一條線跟另外這邊形成一個四面體 看得出來嗎 請記得摺這個三下體 請記得摺起來 那個三下體 先解釋這個三下體 我以為這是不是 就是 你跟正式面體 你跟正式面體 是把它堆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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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堆疊很多 那我四面好像回頭上一樣 這應該很難看清楚而已啊 這是一個粽子嘛 粽子跟粽子 左在一起而已啊 好 粽子一個是正式面體 這樣一個正式面體 你看得出來嗎 這是頂點 我現在兩隻手是頂點 這是不是正式面體 這個其實我看我都會有皮 好 你把我大拇指跟十指 跟這個十指合在一起 是不是三下體 我沒有想 放條線嘛 對啊 那我的大拇指 這邊是不是可以形成三下體 這邊是不是可以形成三下體 這邊下面就是三下體 所以正式面體有幾個面 四個面 四個面 有幾個腳 四個腳 沒有錯 五個腳 哪有五個腳 好 多一個腳 我這邊幾個腳 六個三 然後四個腳 四個腳 可以形成幾個面 可以形成四個面 四個面 要正式面體 然後你的兩隻手就 比這樣子 你現在在什麼 一隻手就 一隻手就 好 好 這樣子 可以看得出來嗎 要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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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懂啊 這是另外正式面體 看不出來 我應該怎麼比 為什麼不做這樣就好啊 然後你就 你都可以說 好 這是一個小腳 這是一個四面體 這樣子就可以變成四面體 好 這就是問我 我下禮拜畫給你 用電腦畫給你 你要的文化 好 這是一個簡單的正式面體 正式面體 它在整個立體結構裡面 是非常強的 所以這是鑽石 簡單一點還是鑽石 鑽石 怎麼的 鑽石 鑽石 鑽石石 鑽石 鑽石的形狀 鑽石 它不是它的經體結構 dabei 你看不到這個結構 你看不到 你眼睛看不到 為什麼看不到 太小了 不是說結合的彈劃就一直會彈,然後變成這樣 對啊 所以它應該會變成很大顆 很大顆,也不見了會這樣子 它是黑色跟透明的,那為什麼變成這樣 對,它很特別是它經過這樣的組成之後,它就變透明了 這樣的組成它就變透明,為什麼我不知道 這個細節我就不清楚 因為有些東西透明跟不透明 應該是從光劍打冰劇的時候 它會不會是被吸收或是被反射 那它形成這個結構之後 光劍基本上經過它不會被它吸收 不會,會折射 它會折射,會有些折射性 它不會被它反射 所以看到它,你感覺它是透明 好,那它的另外一個結構 它的另外一個結構是,物理樣的 石墨 石墨可以導電 好,這個是不是只有三個劍 那另外一個劍跑去哪裡 另外一個劍跑不見 它在中間巡迫 蛤 這是碳的另外一個很特別 另外一個劍會在那邊跑來跑去 所以讓人感覺 你可以說同時間這個碳 感覺到它只有 欸,我好像有個畫錯 欸,你想說 欸,有錯 欸,有錯 每個時候只能有三個嗎 三個,每個時候只能有三個嗎 三個,每個錯 三個怎麼畫 三個沒錯 可是剛剛那樣後面有些很多個 像我這樣的話 它這邊畫一個很不適 每個碳都只有三個劍 三個劍 它形成一個 這邊應該在三角形 對,變成三角形 對,變成三角形 對,這樣就對了 對,再把錢畫出來 它變成一個很大的六面形 然後就可以知道 有沒有 這叫做 這是碳的一個結構 對,應該只有兩塊 好,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碳它形成一個大樓 好,它也沒得到 這個墊子也沒得到 好,它不能用一些墊子在裡面 這是這個大的一個短環 所以你看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有玩過 八個球有沒有聽過 碳牢 或是奈米碳棒 沒有啦 沒有聽過 多棒 它這個結構也很強 那它這個結構是黑色的 我聽過沒有會爆 光進去的時候會被吸收 而且吸收率很高 它會被動 基本上光進去會完全被吸收 吸收率很高 好,可以到了99.99%左右 完全被吸收 我平常碳子長的樣子 這是我們大部分看到碳子長的樣子 大部分看到碳子長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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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去處理終身了 已經下課了 已經下課了嗎 我終身沒有想 我又有終身了 我有 你的時間不對嗎 我終身想了 就在移動的過程中 中身想 而且我們剛剛講的 中身想不代表下課 中身想代表準備下課 對,我現在是在準備了 好,OK 所以這是碳 這是黑色的 而且它很滑 蛤? 它被當滑 它叫石墨 我們叫石墨 石墨滑季 它可以當潤滑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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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顆粒嗎 它可以小顆粒 可以小顆粒 可以小顆粒 看能不能破碎 看能不能破碎 有人 第一個 在石墨這邊 有一個叫石墨溪的東西 石墨溪 一個火再一個石墨溪 一個火再一個石墨溪 石墨溪 石墨溪 這個結構 就叫溪 然後 然後呢 他們以前做不出石墨溪 做不出來 那第一個做石墨溪 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實驗 因為以前他們就是 用實驗室把碳排好 把碳排好 一層石墨溪 但是很難做 真的很難做 那基本上就是 它當然透過一些白銀 讓石墨去結晶 長不上來 就長不上來 不然去做 拿一塊石墨 就拿貼紙 貼上去膠帶 把它撕開 撕開之後 這邊可能有一層 譬如比較厚一點 可能有三層或四層的石墨 然後又再拿這個貼 再撕開 這樣拿掉再貼 再撕開 這樣拿掉再一貼 再撕開 一直分開 一直分開 分開到外面會 一層石墨 上面沾了一層石墨 一層石墨 就這樣子一層 就是頂了一層 這就是石墨溪 所以這種 刺錯的方法 變得非常簡單 想到這個方法的人 還拿諾貝爾獎 兩個年輕人 就是他只想這個方法 因為之前要做出這個東西 做不出來為什麼 他用結形的方式 跟鹽水 鹽水要結形成鹽鬧方式一樣 做不出來 他只用兩個膠帶 他想要的方法 膠帶撕開石墨溪 他撕開石墨溪 這個樣子一層石墨溪 他就拿到後備的獎 這什麼好處 這一層石墨溪 可以打電了 當這石墨溪 變成一層的時候 他痛了 而且他導力性非常好 他看起來很強的 他實際上是很強 你這麼薄的一層 這麼薄的一層 要打到石墨溪的強度 基本上目前沒有別的東西 有這麼強 對 因為我要揉揉揉揉 不是 這一層 我們講說一層薄墨的強度的時候 他薄墨強度是很強的 你可以馬上PO一點 他強度就很強了 你說但如果說一層 一層當然可以揉揉揉揉揉 你能量還是很大 還是可以揉揉揉揉 但是他的箱的強度是夠的 所以他這一層可以做什麼 現在就像我一層都出過一層 現在出過一層還沒有 做得很薄 當你這個東西可以做出的時候 他的強度更好 他就更薄了 而且他的導力性非常好 雖然說功能 還沒有很多東西可以用 現在目前這已經是 預期啊 最新的 複質科技發達 就靠這個 接下來的一些 電子產品 可能都會用到這些東西 好 下個 在這裏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對對對 好